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来 人生的歌 人生的歌是我们做回来讨论圣经里面的诗篇 诗篇就是 其实就是 古代的人 音诗的歌 以前有人用黏的 有的是拿来唱的 这些歌都在不同的充合 所以后来有这些学者就来分析 圣经里面的诗篇 大家可以分析几种 一种就是黑鲁上帝的作品 一种就是个人基督的作品 一种就是人作回解的作品 一种就是会中大家作会的基督 黑鲁这种的作品 大家分析很多种 就是说这种作品的都是在描写 当时当这些犹太人 他们买到圣殿的时候 他们的心情 有时事情很顺利 好让圣殿和圣殿感恩 当时很高兴 就很高兴 有时心情很高兴 买来去圣殿 买算求圣殿帮我们帮忙 你说这种文化跟我们有什么同样 其实差不多一般我们的民众 你对教党比较不了解 但是如果国家去廟殿拜拜 是不是也差不多是心情 一种是去廟殿拜拜 要求平安 就是我们现在正确实 没有平安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去廟殿救平安 我们去廟殿救平安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那边黏香 在那边拜拜的时候 是不是要洗洗黏 说生命要安装安装安装 四篇就是像这种作品 是警察对上没有同样 不是去廟 是对上帝 不是对生命 但是那个心情 救生的心目 那是差不多 当到艰苦促习的时候 就去那里给生命 拜托了 有的人是比如说 小孩要求婚 要求婚 有的人是因为要生小孩 生不出来 怎么走去拜拜 生情也是同样 有的人就是因为 他有遇到困难 遇到促习 他也求上帝 收拾 给他摸一些东西 或是说他摸一个人 不太好 去上帝的面前 去跟上帝抖 抖说我给云翁 抖说某某人 安装安装 抖一个 那不是抖一个 可以去上帝面前 去跟上帝抖 跟上帝 这样说这些 威胁的事情 所以用一个比较处理的角度 说那不像上帝 跟我们做心理辅导 一样 我们的基督 就是上帝 在跟我们心理辅导 代替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 那都不一样 他在写那个诗的心情也不一样 他写这个诗的目的也不一样 所以分作有很多种 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 到特别的 这个时刻 你用的阴角也不一样 可比说 你如果是人家去做兵 你就要放军刀 我们如果去跟上帝抖 比如说我们国庆的时候 放的阴角 哪有可能把你放那个 什么 邓里军的 不可能 一定都放这个军刀 这都有一个帝抖 有一个什么样的帝抖 什么样的电力 要放什么刀 这一定的 你不能人在告别世的时候 你能放那个很欢喜的歌 在那个hiphop 还跟你rap 在那里黏黏黏黏黏 我们就很难看 他就会说 你如果说 那死也有了 九个台语 你要死也就要死得快 不可以 你如果说中座 你如果说中座 是很重严的中座 你不能放那个乱七八糟 那个青少年 用头脖在洗 那就不通了 但是你如果是 人分类 很快 就是 或者说现在是青年的 家人花会 大家在外面 走路 在那种所在 你卖棒那种的交响乐曲 人家都穿一根底废 穿一根底废 穿一根底废出来 很轻松的 你在那里 那会不会 那种音乐听起来 就是要穿 洗衣中 干你又带 穿一个顽礼服 不知道会通 所以这就是 你要了解音乐 还是说文学 这都跟 中座 跟什么样的 结枝 都有面子的 所以 犹太郎 这个圣经的四篇 里面 这些 也是 同样 有很多 不同的 中法 所写的 今天 我们要来介绍 这是四篇 第21篇 这篇是什么 中法 什么 那就是君王 有人说是君王在定期 有人说是君王 就人不知道几十年 反正就是那种 很老 很尊严 气氛是很害 很欢喜 不是变相的 是欢喜的 那种的中法 黏出来 有人在那里 黏着 一个 变相 来 慶祝 这个 丹蕾 完成 所以这叫做君王的 感恩 的 死 所以这个死 里面 他在表达什么呢 他在表达说 当一个人 他在困难 很大时 他的感受就是 犹太人 他们的感受 这个困难 就是对 上帝所来 所以在这个死 里面 他们就开始 来批诺这个王 说王 你实在是一个 上帝 真是 守护的一个人 你如果要爱 上帝 都给你 你实在是 真幸运 你现在这个地位 合定的管 你现在这个基础 合定的材 这一切 都是因为上帝 所守护的 这当然就是 你要了解 犹太人的文化 犹太人的文化 跟我们的文化 很不一样 犹太人 他们是从很小 全国的百姓 全国的百姓 都总是 信口最大的人 不是像台湾这个地方 还是像今天 去世界国际的 其他国家 我们是一个 中国主义的国家 我们台部份 都有不一样的 中国信用 犹太人不是 犹太人是 最大的所经算 整个民族 如果最早期来说 身体合不成一个国家 人家是好参照 一个部落 一个部落 像台湾这些原住民 有什么住 台湾住 阿美住 有种不一样的族 那时候 合不成立到一个国家 在他们族 是一个族 他们就整族 都拜一个族 这是跟我们其他文化 也是很正的 你如果看 古代的文化 那样一个族 族典 那样一个族典 专族的人 哪有可能说 我逐典拜拜 的时候 让你这些 会面的族人 去信基督教 不可能 逐典不可能 那是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的文化 跟古代不一样 古代时代 逐典说我们拜什么 拜一个头 没有人跟拜过年 我们现在拜叉头 没有人跟拜九头 你知道吗 那整个族 要求共同的文化 所以以我们现在的文化 来看 比较有感觉 就是客家人 客人的文化 要有这种感觉 所以你如果看在中国大陆 有很多地方 整个信主 整个客人的村 整个当中信主 没有人不信 那当中信 其实那就是文化现象 那是一个团体的行为 在台湾 这个客人要信主 很困难 要信用地上困难 但是在其他地区 当福音一味之后 当有人开始慢慢接受 那结果 往往是 整村的人 都中信 所以这是过去的生华 一种结构 就是说人跟人的关系 很密切 所以会有所影响 在这里有所影响 如果那个领导 这些人 我们都对他信 所以过去 宣告书中 福音团告 你说台湾也好 或是说冬南亚也好 身体飞机也好 王后 都先担任 组长 如果在福智 叫做酋长 先担任 他来信上帝 他信了 他就会说 我们以前拜这 会都嫁 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个正宗 这个信外后 刚才外后 我们也开始说 爱信这些 因为组长 如果说这样 下面的人 没有人敢反对 你怎么知道 如果有人反对怎么 你出来 跟他掠手 跟他掠手 他掠手不是这样 他掠手是这样 掠手掠手掠手 掠手掠手 不然你如果贏 听你的 那都是这样 组长 很多都受伤 贏了 什么人敢跟他反对 你如果反对 就失败了 所以在那种文化之下 有好或有败 那个好 就是说 整个组 会隆重来信上帝 那个败 就是如果有人 其实他不爱信 他也不敢表达 所以表面上看一种信 但是心中有信没信 这我们就不知道 所以这是不错 这是观点 好 来 犹太人 他们就是 整个犹太民族 只要你是犹太人 你一定要信上帝 你说有人没信 如果我人为人 一定有 我人为人 一定有 但是照顾 因为大部分的人 在那种文化之下 我们就判施 会很坚固 会一种的结合观 就是大家都会相信 这是文化 教育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 我们比如说 现在的人要离婚 或是说现在人没有结婚 这很正常 因为这些人很多 但是古早的人 变一变是人 有什么古早的时代 很多人在离婚 人家说 嫁就对那些嫁 你如果嫁就对那些嫁 身体我们现在四大人 更中倍 都还有这个观念 你嫁人就是这样 那种观念 老不可破 那种观念 真坏改变 当然我们现在要先坚持 那个观念 其实是对 但是我只是用这个 简单来说 你看同样是人 古早的人 那种观念 跟现在的人 是不是完全不同样 是不是完全不同样 怎么会参与这些 文化 教育 以前的人 教育 整个时代 教育 终于说 他就觉得 这样就绝对是对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教育的问题 现在教育 你跟孩子说 秦斐你不结婚 你怎么办 你要拖着 你要同居 你要业情 那都是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教育 失败就失败在这里 我们很少 留的观念 我们顾不住 我们都这样 放一放去 所以因为教育的失败 所以现在社会观念 变成多元化 就是说你也能这样 他也能这样 我们不用统一 当然这有一个好处 是非常自由 但是这有一个固点 那个固点就是 秦斐的观念 也有很大生存的空间 所以你看看 现在台湾 这么多人在离婚 台湾 那时候 跟去年的最新的通计 说 直接里面 有直接报纸 说直接里面 有168对离婚 已经在世界记录了 你看直接里面 这么多人离婚 这样是好事 当然是不好的事 如果古早时代 发生这个事 不可能 因为古早时代 那个观念 大家都很统一 如果这个观念 对了 大家都会接受 现在不是 现在是说 你要接受这些 那些 那些 那些都水材理 那个水材理的结果 就是有很多 错误的观念 有很大的生存的空间 所以相信 那种观念 会越来越多 社会比较 也会越来越多 好来 我们今天说 台湾 第一篇 就是在 那个时代 是所有 犹太人 都要 坚持 是有上帝 他们都信上帝 所以 所以 绝大多 所谓的 犹太人 都是很 信用上帝 但是 到底 他个人 如何 有上帝 信用 多少 他的生命中 这我们就不知道 这是个人的问题 总是 整个民族 有一些 典礼 有一些 意识 都会 跟上帝 有关 我想 这个文化 先说 给大家 了解 我们 休息一下 等一下 我们继续来 讨这篇 我们 感谢 的人生的歌 来 我們今天所拓的四篇一篇一篇就跟我們說 這個過去猶太人的歷史 他們認為一個王的寬斥 是跟上帝很有關係 所以現在情報同學就來解釋 為什麼他們有這種關聯 因為猶太人過去那種生活形態 是好參與台灣早期的生活形態 社會並沒有很多不同的思考價達 社會價達關係很統一 真一帝 所以在那個時候 當一個君王勝利的時候 他一定會感謝上帝 他的感恩說 我今天有這個地位是上帝給我 上帝如果不給我 上帝如果要給別人 我也沒辦法 一個君王他很清楚 說其實他的管理很微小 所以我們在十四篇一篇一篇的時候 對今天的政治人物 可以說有很大的欺負 因為今天他的政治人物就是欺負的這個觀念 他不知道說其實一切的環節是對上帝來的 是一篇一篇裡面 就說 王啊 你外科要發 所以你得救勝利 他就是在說 這個人如果願意來順遞 徑遞 他所做的 如果是對的 就是主人 他的得救 八十 大家的順調 雖然 以前古早時代他不是一個民主的時代 但是一個君王還是好的君王 自然這個老百姓對他的反應也很好 這個君王如果真祖書 這個君王如果是真享受 如果來歷台八姓 如果發生大事的時候這個君王都沒在插 自然老百姓對這個君王就很煩 所以台北他的一生中間 我們有一個很痛苦的一個經歷 就是他們兒子叫做鴨沙龍 這個鴨沙龍在背叛他的時候 是他站在門口 這個聲音 我 中間有很多有違規的人 但是王沒有替他們解決的人 這個問題 他們兒子都叫他來處理 所以八生的心就是離開台北 就這樣 向著他們兒子去了 所以為什麼怎麼會後來 台北怎麼會在逗走 其實是因為這些八生 已經都離開他了 我們這個叫做 賺不到民心 因為台北只有顧及自己的享受 所以聲音記載說 那時候台北就是 這樣都睡到晚上不才起床 起床之後只會在那裡看小姐 跟其他人的母子 可以跟人家睡 只會用這件事 你已經可以看到台北那個時候 已經沒有用心在地理他的國家 所以這裏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題材 這個人 不要說做到總統 你做當事頂也好 做總經理也好 所以你說做一個店頂就好 你讓人當你做一個主管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了解說 你要好好做 你要讓這些理所管理的人 要有感受到你人人在做事 你如果沒有做到這點 你的管理很快 就會對你的心情 會就離開 會離開 所以當這個王 他在定期也好 他在慶祝就一個幾十年也好 等於再黏這個詩的時候就給他提示 王 你的心所管的相對都給你 當然這絕對是因為他是一個好的王 這個王如果都做派 這條詩要黏不出來 黏不出來 就是代表這個王 他是一個好的王 所以當他所作的 符合相對之意的時 這個詩篇一代的評論 連你跟相對要求說要回事 相對也給你 當然 你好人 你是一個好王 所以要跟相對要求 相對我希望再多久 相對也給你 所以在後來的歷史中 有一個妃子家王 他就做得很好 所以當你跟相對要求回事 相對也給他 他說 王 你心所管的相對都給你收穫 如果你的收益 你會緩收人 這些想要把你創空的 你做隊的 這些人 相對都給他煎掉 所以這個 只要看起來 是在寫一個君王的成功 但是其實背後 也是在描寫一個更大的君王 就是在描寫相對 在描寫相對的生理 描寫相對的將軍 這些做派的人 這些心懷 惡受這些人 那些相對都知道 這個君王 有當中 在國中這些惡人 堵條 一樣 相對也有當中 世間的派的人 來堵條 所以這首詩就是在寫這個東西 寫說要挖寫相對 這個人如果說我現在在做派 我想要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如果太想唱手 太驕傲 太祖書 這樣 這個派的人 我們都坐不久 絕對坐不久 相對必須 另外一個更適合做派的人 來代替他 所以這個君王 感恩師 在念的時候 這個君王 如果可以翻證 我做派的旗艦 我是更驕傲還是更欠比 我變成驕傲 這樣可以另外的派的人坐不久 對於我就是要欠比 我如果欠比 相對中我的敵人來堵條 我如果驚傲 我如果做派 相對負起我的敵人 來給我盡堵 因為我做到相對不開心的事情 所以念這種詩的時候 君王在聽的時候 如果有用心不聽 對他都有一個題材的作用 所以這些詩人在寫這些詩的時候 他們都有很寫的一個意義在 當然 他不是每一個君王 聽到這個詩都會悔解 所以我們看過去 一個很出名的王 修羅王 這是伊勢的頭子前的王 他做王 做得越來越驚傲 做得身體說 我是王什麼事不可以做 連人原本只有 正事可以憲法 他也說沒關係不必 我也可以憲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破壞體制 他破壞體制 他破壞制度 像他是王而已 他都不存在制度 如果一種的王 都沒有什麼好的法庭 所以我們要來思考 你總統也好 在我們的國家做到總統也好 你做到黨署長 你做到什麼 我們就是要照那個禁令 不可以說我是王 我就可以製造一個制度 不可以說我是有寬水人 我現在手上有寬理 我要怎麼算這個寬理 身體我來玩弄法律 那些都不好的法庭 所以在去年台灣也有一個很出名的案件 有一間公司叫做博達 那個黨署長叫做葉宿菲 那小孩原本古早 是多好 原本創作是多得到人的尊重 但是他們是黨署長 他完弄法律 做假葬 做假葬 結果 他被查到 說他做假葬 反正已經做要吃十年了 所以後來他破壞 20年了 破壞我20年了 不然做壞事 但是做生理不好做 黨署長不好做 所以後來他破壞20年 我想這是很好的一個體制 人家要管理給我們 那都是一種很重要的托付 那都是我們很大的誅心 你如果不好做 最後上天絕對沒有放你什麼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每一個人 沒有管理的人 不要在那裡尊重管理 有管理的人 我們要好好地知道 那個管是上天給我們的 我們有尊重這個管 請大家來思考 好 好 好 今天時間一條車 一起去後一夕繼續看人生的歌 謝謝 比愛,可鬧可憤 感慨感慨 每日好是好 真好 小老三,你是 你一老三要讀藥嗎 紅紅就聽你在那邊 什麼情形 有什麼問題的說 我替你解決 沒辦法解決 沒辦法解決 真的看你收到什麼 這樣這麼貴心 到底什麼比較 你說我聽聽 給你分擔一下 最近一個朋友 他這樣經燃 跟我一個妖嬌美麗的秘書 兩個人 這樣分擔情 結果他的小孩來找我 跟我說這個情形 我看他小孩的失落的感覺 把我心肝很艱苦 原來是這樣 這個問題現在很多 北部分擔出問題 結果真的小孩很可憐 沒什麼事情 小孩十幾歲而已 你如果說小孩兩三歲 沒關係 那兩三歲 不然事情又不差 最怕小孩十幾歲 那小孩十幾歲 可以想 叫他去看這個事情 他有自己的價達觀 看他整個收到很大的打擊 對啊 所以我說可鬧可分 可 大人做的事情 讓小孩在那裡想 我不知道要怎麼對小孩 說這個情形 小孩三歲 你注意 因為我看過資料 說 如果這種情形 有很多小孩都會很組織 那個小孩覺得 是不是他做得不好 還是是不是他的關係 所以他爸爸媽媽才會離開 他會怪他自己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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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中的情形 就是這樣 我這個朋友 他這個孩子 現在讀國中 他跟我說的時候 他在老闆 而且最要問我 說 老闆 老闆 到底我哪裡做得不好 為什麼 我看到這種事情 我一直安慰 這不是你會不會 這不是你會不會 但是我覺得 效果很悠閒 我告訴你 一個心情也不要忘記了 現在很多個案 我們要很清楚說 大人也會做不到事情 不是只有小孩做不到事情 大人也會做不到事情 所以這個小孩可能覺得是他的不對 因為 他覺得說 如果 要怎麼說 他覺得說 大人應該不會像我 所以 這個事情不對 一定是我的不對 就是說 小孩他不知道說 大人也會不對 我想這個觀念 你以後有這個小孩 嗯 這簡單的道理 他會勝負嗎 結果我告訴他 只要是人都會犯錯 對啊 是沒有不對 是這樣 但是我們這個青少年的心理 他有 其中有一個部分 就是這樣 這個青少年 他對大人的心理 他不太了解 所以 他說 大人做的決定 都是對的 所以他會想說 我爸爸做這個決定 一定有你的理由 所以我爸爸會這樣做 一定也是 有他的高中 所以我爸爸沒有不對 我媽媽也沒有不對 總是要有人來當這個事情 他會說 不然我會不對 都是我的錯 這是一個非常無理睇的想法 但是在那裡有很多小孩 他不知道要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他會這樣想 這個很重要 哦 原來是這樣 好 這樣就要來慢慢幫助這個小孩 讓他了解 大人有大人解決問題的方法 大人的方法不一定是對的方法 不過這跟小孩沒有關係 好 這樣我趕緊將這個情形 說給他聽 又是囉 哇 你走到這麼快 大人的事情 大人自己處理 不要亂到對方 這部時間到這裡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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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